叫兴隆健康 兴隆 陈兴精灵 才能够兴隆 才能够健康 要紧密的和健康联系起来 我相信 经过 上一次的SARS 和这一次的 三立弗 这两次病毒 以后 我相信我们大家的健康意识 都会增强 我也希望通过 今天这节课 我们为人处事 要讲究诚信 然后才能够兴隆 才能够健康发达 好吧 讲究诚信 才能够兴隆 才能够健康发财 OK 所以我选这个案例 还是名字也很好听 有着一定的寓意 那么我们就开始 那我们就开始 水 你把我水拿走了 不倒了 倒点水 稍等一下 倒杯水 好 马上 哎呀 ank 消灭 slides 通 里面 我们又在区长 岁 世特 里面 是 你拿呀 你拿呀 没事 你现在得来 就是我讲话要讲 没水了 倒杯水了 倒水再煮 要把它煮入乱 那你把杯里喝倒点 我还得下去一趟 还有包吃的都是要拿的 没事 这样是没事 我要有 讲的时候要喝水一下 没有秘书 秘书倒水 把我水拿去倒 不能讲的 不能讲老婆不称子 老婆不是给我倒水的 好 准备开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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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亮修青龙车展队友们 大家好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今天和大家一起 进一步来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 选股的练习 啊 我们进一步就是 来开展我们的 亮雪青龙养龙三步渠 所谓 所谓养龙三步渠 就是希望大家养成一种习惯 每拿到一只股票 一定要经过一定的研究以后 把它养一样看懂 然后我们再去实盘 而不是闭着眼睛看到一只股票 哎 我觉得它要涨了 我就买了 一买了就跌了就被套了 一套了就紧张了 就之所就杀跌了 一杀跌了它马上又涨了 就是说我们做一只票 一定要谨慎慎重去研究它 然后养一养 至少要去研究它 哎 达到我们的标准了 我们再去伏计 没有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养着 就把它养着 当然你首先要经过分析 它是一只比较好的个股 所以一定要慎重 有些我们好多人喜欢 集合竞价选股 集合竞价选股不是不可以 那是你必须是一个高手 必须是一个量学达人 你具备一眼食笼的水平 你才可以这么做 是不是啊 如果你是一个菜鸟的话 然后就靠集合竞价来选股 哪里要吃大亏的啊 一不小心就套扁你 对不对 一定要慎重 我们来到股市里面 赚球赚钱 是长久的事情 今天是财圣节 我也希望我们大家 都能够借助五大财神 都到我们大家的家里 为我们带来金元宝 带来财富 但是呢 我们就关键这个财神啊 我觉得真正的财神 是我们大家自己 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 这话不矛盾 我们拜财神 是希望有一个好的心情 对吧 那么真正的财神 是我们大家自己的智慧 是我们的大脑 我们有了知识 才有拥有财富 只有智慧才能给我们带来财富 所以说一定 所以说我们什么叫智慧 这个养龙三部曲 就是一个智慧 具体而言 这个三部曲就是 在这个之前 大家看一下 我们讲过 希望大家尊重 我们中国人 发明的量学科学 股市科学 另外呢 我们讲的案例 不为见骨 如幼石盘 盈亏自负 那么我们讲的养龙三部曲 是什么呢 量修青龙 养龙三部曲 很简单 大道质简 一定位置 二定性质 三定进退 对吧 就是说前面两个 我们都是要拿过来去研究一下 这个股票出在什么位置 对吧 出于什么位置 第二个呢 我们要看它的性质如何 它是真跌还是假跌 它的装性强还是弱 就是强装还是弱装 那么什么叫龙头 我们养龙选龙 就是要选择强装骨 而且呢 位置呢 要尽可能至少要选在主生段 再呢 最好再次呢 根据行情发展 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选择冲断行情 也就是一般选择 主攻和冲断行情 然后呢 量性要强 量性要强 就是说要强装 强装 那么这个要分清真假 掌跌 最后 我们才是根据特战 实惊诀 来 根据量学的进退标准 量学讲究 进退 有据 速战即归 一注一线 快乐是按钳 所以龙头米炭 这个编了口诀 特战实惊诀 就是最后 我们达到标准了 按照标准去进 那么有的时候买错了怎么办 买错了就要按照标准去退 不仅是进的问题 还要退 要能进能退 进退自如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股市里面 防患未然 取得成功 就是大的方向 就是一定位置 二定性质 三定进退 那么我们今天呢 就拿一个案例 跟大家来具体的 这个分析交流 那么今天给大家选的案例 叫性龙健康002105 002105 我一看呢 这个跟我们当前的形式 紧密联系起来 一个是性龙健康 对吧 那么我希望我们大家 通过这一次疫情 三立佛疫情以后 都能够增强健康的意识 那么什么 我们都知道 这每一次的疫情 重大疫情 都是因为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是我们不是天灾 而是人祸 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说的不好听 就是不讲诚信 为什么不讲诚信 我们口口声声 喊着要保护野生动物 但是呢 我们好多人就是偷偷摸摸的 去偷吃这些禁果 对吧 偷吃禁果的后果是什么 就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 所以说我希望这个 我们要讲究成性 才能够兴隆 才能够兴隆 才能够健康发达 所以我正好看到一个 兴隆健康002105 跟大家做个交流 那么做个呢 我这个也 时段也不要太长 我就选择 从这个位置开始 好吧 大概从这个位置开始 这个位置是2019年12月2日 我就选这一天吧 好吧 正好是星期一 我们用四期模式 跟大家进行分析 2019年 看完这个记性 12月2日是吧 对 2019年12月2日 好 我们就切换到这个位置 切换到这个位置 跟大家一起分析交流 好 我刚才说了 我们拿到一只个股 我把线上面的原有的线 全部删除 全部删除 拿到一只股票 我们叫一定位置 首先看看它处于什么位置 对吧 处于什么位置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了 耶稣图 非常的清楚 他整体来说 怎么样啊 整体来说 它是处于历史的相对的底部区 为什么 前边有三块二 这个是低点 这个地方已经是六块多钱 也不是说最低部 但是是相对性的历史的底部 就是不是明显的高位 首先可以说 它不是明显的高位 不像我们有一些队员那样有 他上来选股票 就喜欢再选个高位票 比如说选在这也比较高位了 对不对 而我们选票呢 一般来说应该选择相对的底位 相对的底位 至少是奥迪里面的 那么这只股票整体性是出于一个相对的底部 我们再稍稍放大一点呢 再稍稍放大一点呢 好 放大一点以后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好 它这个里面 这个是一个底 这个是一个底 我们从大的来说 我从大的来说 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是最低点 最低点 那么我们这呢 有两个底 它组成了相对的二个谷底 比较相近 而在这个里面 大家请看 一个 二个 三个 又形成了三个大的谷底 对吧 三个大的谷底 像这种也是底部的抬高 就是大的底部 再往后面看呢 大家看 到这个地方 它是 我们看 从这后面看吧 一二三 也是接近有三个底 形成了四个底 大家看 大家看 就是说 一二三四 谷底在抬高 谷底在抬高 那么我们再看上方呢 上方 乍是分顶 乍是分顶 乍又是一个分顶 对吧 也就是上方 大家要有个意识 有个意识 这两个可能是合一 为什么 从虚的话它是高 从实的话 这两个顶部是相近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 乍还有顶 对吧 乍有个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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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乍呢 还有个虚顶 乍有个实顶 这个实顶和这个顶接近 好 这是从架柱上看的 那么我们在看量柱呢 大家在看量柱呢 大家就要注意 哎 这有个高量柱 这个 就是说 我们进阶段的点标 就是最高的高量柱 在这 这样 我把它 让大家看清楚一点 好 所以这样 大家就要清楚了 我们当前这个位置呢 就是说 底部是在抬高 但是呢 上面还有压力 还有压力 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等一话来看 我们要分析 这里的量价关系 就是二定性质 二定性质 看它这个短期 是该涨 还是该跌 就中短期 是涨 还是跌 好 我们再放大看 再放大看 放大一看 大家注意看 就是说 这个地方是白日高量柱 最高的 比这个量柱 还要高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画一些基本的线出来 这个白日高量柱 它的实体比较小 我们可以在它的实顶 画一条平衡线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高量顶底 是关键 它的最高 因为它实体比较小 我们底呢 就找它的虚 就找它的虚 就是 这个就是底 顶 底 把它画出来 好 另外我们左侧呢 这是一个高量柱 对不对 这个高量柱 我们先实后虚 对吧 我们把它的实也画出来 然后这个实底呢 实底呢 也画一下 也画出来 但是这个大家看 这是交叉的 这个实底 已经在这个摆高的怀抱当中 所以说它的参考价值就相对比较低 但是这个顶呢 还没有过 还没有过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要开始分析这一段行情 分析什么 这个高量柱 它的性质是什么 这个高量柱的性质是什么 对不对 它的后面呢 应该涨 还是应该跌 对吧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庄家的涨跌 是真的 还是假的 我们抓关键 对吧 抓关键 最高点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一边出现高量柱以后 大家请看 它的下面的下跌 是跳空的主动下跌 苏31 苏21 苏21 大家看 看到没有 这一种下跌 在我们量学当中 它是跌 是假跌 是标标准准的 说三一 不仅一天说三一 仅接下来还说二一 再接下来再说二一 所以这三天的下跌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庄家 是假跌 既然是假跌 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后面是干什么呀 这个后面意味着就要上涨 这跌下去 后面要涨上来的 当然涨上来 什么时候涨上来 我们就要边走边看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不一定会上来 我们再往下看 大家看这些下跌 长长的阴架柱 对应短短的阴量柱 这就一根 两根三根 这就是标准的长阴短柱 所以这种股票 大家一看懂的 只要耐心一点 前提条件耐心不要着急 对吧 不要着急什么 你要等到 等到什么呀 刹车换挡 真底抬高的 在这里面 我就顺便就讲到 是不是到这个地方 真底真正是最低呀 真底降低 抬高要得到确认 对吧 这第一次是真底 之后是不是仰起来 真底就形成了一澳 到这个地方 是不是真底在这边呢 真底抬高 但是到这边跳空仰的确认 所以这是二澳 对不对 二澳 然后在这个地方 磨磨叽叽磨叽叽 这个呢不能算他澳 直到这一边 大家看 是不是真底 这个真底在这呢 到这一天确认 尤其到这一天跳空的确认 这里形成了三澳 一澳看 二澳跟 二澳跟进去 不顾高抛 接下来等到确认的时候 三澳要登峰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第三个澳的时候 是不是回到这个地方来了 经过这样一表演 而且这个成交量 是放出了明显的白日高亮柱 白日高亮柱 是不是这个地方上来了 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理论上 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压力了 而且很有意思的时候 这个成交量这么高 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么个成交量 按道理他应该把炸的筹码已经消化掉了 对吧 已经消化掉 他能够继续上工 但是他该工不工 该工不工 我们看看今天的量部 这个量部非常健康 大家看 非常的健康 仗停板 但是他第二天上来就是跳空 他们跳空音就会下跌 跳空音就下跌 我们又要分析了 这个地方我们真的还不好分析 他到底是真跌还是假跌 但是他是主动的 对吧 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 从量部上是健康的 然后但是这一天是 酸量下跌 酸量不明显 第二天继续跳空 继续酸量 第三天酸三一 直到第三天才出现酸三一 应该说这个地方 酸量不漂亮 酸量不漂亮 我们真的还分不清 他真跌还是假跌 可以说这个地方应该是遇到了 就是说我们这支股票的主装 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应该是遇到了强大的对手 所以被这个分歧比较大 分歧比较 就是说不符合我们明显的超电 但是到底后市如何呢 我们还需要观察 还需要观察 特别是这个地方 苏三一 而且这个白日高量柱 这个就是我们量学的 这个是主装的堡垒 我们这个庄家的核心的堡垒 后市是涨还是跌 关键就要看这个高量柱 白日高量柱 结果他下来以后 大家请看 连续跌了三天之后 到后面大家注意 请看到这个地方位置开始 大家注意 他是不是红了 后面是不是存量了 然后整体来说 整体来说大家看 是不是红肥绿瘦 这个也是一种性质 一定位置二定性质的性质的分线 就是说下面的量柱 这个位置我们有点分歧 但是从这边开始 他底部整体来说 都是红肥绿瘦 对不对 红肥绿瘦 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呀 这个庄家在这个地方 遇到了激烈的战斗 激烈的战斗 但是战斗到下来 最后的结果啊 还是我们这个红方 就是多方最终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我这样讲 我看大家能不能互动一下 大家能不能理解 我这样讲 大家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有没有疑惑困惑 可以理解 对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战斗 肯定是激烈的 不像这边明显 这边明显的话 你是假跌 肯定是控制在我们多方的手上 这个 这只股票的组装的手上 但是这个位置呢 应该是遇到了战略的争夺 对吧 战略的争夺 但是战略争夺之后 路四随手 我们就要根据后面的量价关系 一看 最终 还是这个红方 对吧 整个量柱告诉我们 红方占据着优势 像这些地方 这都是假阴真阳 假阴真阳 所以它还是最红的范畴 这样要分析的话 大家就有点底了 哎 是不是这只股票有戏啊 我们这个地方 大的研究就好 它后面一波 对吧 你看 经过了一波 两波 三波 是不是打到这地方啊 哎 他们正好攻到了这个 进了争夺的地方 所以说我们说主力不是解放军 当攻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吧 我说这个地方经过进了争夺的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主力不会在这轻易上攻 轻易上攻 不会把这儿的套牢 轻易去解放 轻易去解放 否则的话我们就变成了解放军 解放军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力往往会选择主动的撤退 就是说到了前期历史上的激烈的战场上 这个战斗激烈的地方的时候 他会选择撤退 撤退是为什么呀 进一步去清洗一个清洗下方的魂力筹 第二个清什么洗盘震荡 把上面的套牢盘震下来 正通过下跌再把这边的套牢盘震下来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量有就会吃亏 吃亏上当 在这个地方还要往里去冲 容易往里面去冲 对吧 一冲了就会吃亏上当 好 那么大家看得到我们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吹 被量柱 你这不是小被羊大胆弱吗 这里顺便给大家点一下 位置定性 到高位的小被羊 它就相当于高量柱 高量柱 常态是跌 变态是涨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这一天量波肯定是有不健康 大家看 这就就是早盘的间接拉升 早盘拉升 不能够分版的票 它往往就会回落 而且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是不是一个就是大银 对吧 大银的顶没有有效突破 第二个我们就白日高量柱的底 是不是 底有没有有效突破啊 没有有效突破 那么在这个最近的地方 形成了一个高位的倍量高量柱 然后第二天干什么呀 第二天是不是 它是第一开始跳空的 跳空早盘提升 对不对 早盘提升 这种应该又是跳空音 拉拐有没有过高量底啊 不过高量底 灾祸等着你 是吧 你不过高量底 灾祸等着你 那么这个呢 不过高量顶 逃命最要紧 是不是 我们辩证的啊 所以在这个位置就要开始注意了 当然这一天出逃是最好的 这一天不能进 这一天不能进 这个是高量柱形成的第三天 干什么呀 它就是阴 马上把这高量度就跌破了 所以这后面必然要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 大家看 说那样的 这是一个假阳真阴 假阳真阴 假阴 这就是阴 长阴短柱 是吧 所以说量性在这开始 就是假跌假跌 一路下跌 然后上来 走这个地方是假阴真阳第二天 说三一说二一 干什么 继续下跌 对吧 继续下跌 但是呢 大家看 是不是假摔呀 这一步的调整 大家能看懂了吧 这一步的调整 是阻力 这个庄家 主庄遇到主策的压力位以后 选择的主动性的撤退 但是这个撤退 它是数量的 是一路数量下跌 而且整体还是红肥绿色状态 所以它是一个假跌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中国这么一封信 这只股票处于相对性的底部 底部抬高的 顶部呢 还有高点高点高点 但是我们经过这么一分析的话 是不是这个顶部压力不大了 那么压力是不是转到了这个位置 主要的压力在这个位置 因此说 我们这个位置 再上来 是不是在考验它 没有过再下来 再下来 就是说 通过这么的一分析 这只股票后市是该涨还是该跌 所以大家通过这样一分析 大家就要注意了 这只股票后市应该该涨还是该跌 后市不是代表短期马上 对吧 大家一定 所以这都是养龙 我们没拿到 大家自己要做一只股票的时候 你就要来做这个文章 你就要先去分析一下 总体性的趋势性的去分析一下 然后再看细节 好 这样清楚了 清楚了 所以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来看了 就在这看了 所以三定进退 对吧 三定进退 我们在这个位置以后 大家看 它是 三定 到这个位置以后 我们重点就开始研究 这个位置下来 好吧 这个位置下来 这个摆高柱的后面 摆高柱的后面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我们 这边有一个王牌柱 大家看 这是不是有元帅 大家看 这有跳空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是不是 这个肯定是一个元帅柱 对吧 我们说 没有好牌 不炒股 没有好牌 不炒股 是不是这个就是标准的元帅 这个是标标准的 大家看 上面架升 下面两缩 对不对 这个是高中低 右马八 量架贝利 人人夸 这是杨元帅 因为他是杨元帅 所以就把这个升级为英元帅 那么在这个位置 就是阴阳元帅挂帅 阴阳元帅其上证 大家知道 是不是要打大仗 好 所以这个股票在这儿 就奠定了 它这个量性的基础 有可能是一个强壮 有一个强壮 所以这条线就在这儿 好 到这个位置大家请看 对吧 是不是后面都是支撑啊 在这个元帅支撑 元帅支撑整个就对后面的 形成了支撑 大家记住了啊 这个元帅一条线 对后面这一段就形成了支撑 我们再往后看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它是什么呀 它是不是又形成了一个元帅呀 我们先看就看这个 它又是一个元帅 又是一个元帅 好吧 好吧 那么它呢 对行情呢 在这种情况 我们画黄金线的时候可以灵活 在它身上画出的线 都是黄金线 那么我们结合左侧这个音 找真底 对吧 因为真底 它是这个地方的底部 所以后面形成支撑 又是黄金线 就是真底黄金线 大家看 在这是不是形成支撑啊 好 这又一个元帅 好 我们再往后面看 在这里面 看 这根柱子 它后面 虽然是假的 但是是低开高走 注意啊 这个亮柱是低亮柱 它照样可以做王牌柱 它左侧有支撑 有支撑 关键它后三日是驾身亮柱 所以这个是很漂亮的一个黄金柱 给它一个黄金柱的称谓 好 同样的 这个黄金柱后面 看到吗 给它出个真底画条线 这就是真底黄金线 今天我已经给大家带着讲了黄金线的画法 真正实战的过程中 到了战场上 不是那么教条的啊 不是照阔指上谈兵 而是要灵活应用 对吧 要灵活应用 不能变我变 那你不能到来只抱着书本去指挥战斗 好吧 所以这就是灵活的黄金线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这个三条黄金线一画出来以后 大家看看 是不是心里就有底了 什么叫下游平衡 阳胜静啊 你这个三条黄金线在这拖着 你看这个打到这 这边阳胜是不是可以进啊 这边阳胜是不是可以适当的进啊 你看懂了就可以进 看不懂就不敢 好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质量高的一个黄金柱 那么后面还有跳空的 我们就不读说了 好 这只股票就是说总体在这 他有原帅阴阳元帅在这个保底啊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一分析 一级黄金线 两级黄金线 三级黄金线啊 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对炸形成了支撑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再看啊 下跌到这儿 他是不是这个最后下跌 从高位跌破高亮柱后的下跌 一阳跟我看 对不对 要不要一阳看呢 你这天进去第二天就蒙了 一阳跟我看 你这天进去第二天下来 你来不及出你就蒙掉了 到这儿一阳 对吧 真正的一阳是这个一阳 为什么 这个是假阳真一 没过鬼门关 对不对 这个是没有过鬼门关 所以他还是假阳真一 只有这个阳 他是带有真的性质 为什么 他是没有过鬼门关 但是他把它盖掉了 就是他把它盖掉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小阳 就是试探性的小阳 那么我们不要进 对吧 但我们到这个阳呢 这个是第二个阳 但是这个阳还是不好 为什么 大家注意啊 一般是澳里面 要蒸底抬高最好 到这一天的时候 他争底又降低了 他的争底比他低 所以说这个不进 我们这一天呢 也要小心 也要小心 不要盲进 像这种一澳 这一种一澳 因为左侧 你看有三重黄金线的支撑 三条黄金线的支撑 所以这个澳里面 一澳变政法 你可以 你看懂了高手 是可以适当参与的啊 这是高手 不一定有仗停板咯 记住啊 这里不一定有仗停板 就是说赚钱是可以赚的 好 我们看这一天亮波 那么这一天亮波尚可 就是有他打底 但是呢 缺点是真底降低 那么优点呢 下面有黄金线的支撑 所以你这一天胆大的可以做一点啊 就是当成二阳看啊 你稳一点的不做 稳一点不做 什么时候做呀 这一天 这是标准的二阳 这个二阳是连起来的 就是这个一阳 第二天他守住阳关道 就和亮波 看到没 哎 你守住阳关道亮波 是吧 你就分地可以做一点啊 但是这个 我们 想享受比较好的 稳一点的一奥放弃 一奥可以放弃啊 就是这个奥可以不做 你高手可以做一下 有的时候高手没办法随便都可以赚钱 对吧 赚多赚少的问题 不是说非要赚账评板 你能赚 你看得懂呢 赚自己看得懂的钱 有少成多都好呀 也不尝试 不尝试坏事 好 所以再下来 再下来 那么到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为什么 实际上按道理还应该看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的真底 又是降低了 对吧 我看看啊 这天什么亮波 这天小不小还是小羊啊 这是小羊 这个真底在这 这个真底呢 是4块7毛6 4块7毛6 它是跟这个底是重合的 看到没 这个真底是重合的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真的有个还有个小 所以学习啊 一定要融会贯通 什么意思 你不要看这 按道理这个应该看 一阳看 对吧 一阳可以看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个小细节 对吧 这有底 对不对 这有一个底 这是不是二个底啊 这还有个底 这二个底 所以这个地方相当于大的三底 什么意思 我用这个画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这个是一个奥底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呢 两个它是大的奥底 然后我们当前可能在做第三个奥底 那么这样一画的话 真底 这个真底在这 这个真底在这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有可能在这就做第三个真底啊 画的不平行啊 就这个意思啊 大家能明白吗 我来看看大家明白明白 大家明白吗 都明白了啊 所以就是个灵活的啊 奥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 有点不明白 好 有点不明白慢慢学啊 全明白了 就不需要学了啊 好 所以就是说 这个底部抬高 就代表主内的成本 对吧 主内的战斗堡呢 也在向前推移 也就是说 主内的成本也在抬高 它是下面啊 好 到这个位置 所以我就是说 这个地方真底 那么我们一样可以看 好吧 一样可以看啊 就是真正从小级别的 这是一奥 好 因为它真底比它降低了 那么我们还可以看 一样看啊 好 这个是小的 我们就等王牌 还有一排 好 第一 这是第二天 再看 第三天 大家看 在这个地方奥底形成了一个很漂亮的黄金柱啊 黄金柱 黄金柱 那么黄金柱形成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看它的动作啊 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啊 正好黄金柱到了这个位置以后 它左侧有一个高量底的压力 高量底的压力 像这种情况一般要回调 一般回调 过了高量底 还有一个R位 还有顶 也就是接下来这个地方是压力位 短线的压力位 那么我们看它调整了 我们就等待回调黄金线 等待次阳线 如果这个地方出现跳空阳 结合量波的 我们就要开始可以就关注了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是假摔 对吧 这个时候假摔 这个地方做了两个凹 不过呢 它目前按标准应该是一凹 看看下面的动作啊 看看接下来的一点动作 回调黄金线 我们就等待 突破黄金线 我们就结合量波可能会跟上 大家看啊 这种这种表现就比较强势 就是说出现黄金柱之后 它该调不调 看到吗 该调不调 我们可以建仓 注意啊 在这个地方突破高量底 我们可以建三一仓 或者说六一仓 建仓要少一点 我来打一点啊 六一仓 后面我们再根据它的表现啊 去就是鬼门关 一个高量底 好 再回调啊 回调我们等 不着急 好 还是回调 所以大家看 一般遇到压力位 大家看到吗 一般遇到压力位 主内会在这折腾 对吧 折腾 他不是解放军 他要把这地方折腾的没有压力 他才会进攻 好 调整 好 这种就非常好 非常好 干什么 画黄金线 我们仓位 建仓的不要紧张啊 我们要战略性的 这个地方画黄金线 我看看啊 这么画 画一条黄金线 在这等着 4块8毛6 取得这个是4块8毛6 以后三日的开盘价 如果跌破了 我们就看它的底 回彩黄金线 等待次阳线 那么这个地方是标准的一奥 如果在这个地方 已经再下来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奥 又是黄金线上的奥 这个时候再出现阳胜 我们就应该加仓 就应该加仓 好 目前还不行 这个阳呢 还有点勉强 好吧 大家有数 现在是回彩黄金线 等待次阳线 好 这个次阳 对不起 应该加仓 给我买的话 我至少买个二一仓了啊 买个二一仓 好 就是这个不仅是阳 它还是一个跳空阳 大家注意了啊 这个不仅是阳 还是跳空阳 那么注意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黄金柱 看到了啊 这是小被阳 是小被阳 有没有跳空啊 我来看看 可能没跳空 四块七毛七 四块七毛七 没有跳空 但是这是一个高质量的 高质量的黄金柱 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跳空 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跳空 但是我们在这儿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一根柱子 它又是一个标准的黄金柱 在这儿就形成了接力黄金柱 接力黄金柱 是不是讲的太细了 是不是讲的太细了 好 讲的信了 好 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里就形成了接力黄金柱 问题是它后面这个是跳空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对吧 这个跳空就二元联动 而且大家注意看 不仅二元联动 关键是什么 它已经把这个顶都干掉了 这个顶都干掉了 看到没 大家说加不加仓 我来问问大家 考验大家加不加仓 人因为加仓的 我会 不敢加仓的回复四 不加仓的回复四 所以看懂了 看懂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可以 因为这根量 大家看吗 非常的含蓄 而且是平量黄金柱 是不是 这是什么叫黄金 是不是平量柱 四根柱都是平的 这个已经形成了平量黄金柱 然后是跳空温和的 过了这个高量顶 这种按照三线规律 就是主人类控盘的表现 好 我看看手上还有多少资金 手上资金给我用的 不少了 然后 再买一个 留一点 我们刚才是二一仓的 二一仓 剩下六一仓 六一仓 二一仓 再剩下的二一仓 留一点 不要满仓 好吧 不要满仓 已经基本上满仓了 加仓了 听大家的 就是任何时候不要满仓 留一点点备用金 好 好 继续上涨 看到吧 继续上涨 干什么 是这个开盘价多少 看看啊 5块08 这个5块08 是踩着这一个高亮顶 踩着高亮顶 到了这个时候 大家继续看 还是平亮柱 而且这个时候 这个元帅柱又缺裂了 大家说强还是不强啊 又是强 这是回踩高亮顶开盘 小羊持骨带掌 好 大家看这一天 形成了一个微增量的侦察兵 对不对 这个微增量的侦察兵 最低点是什么呀 最低点 仍然是5块08 好 已经123 3日突破高亮顶 他侦察兵干什么呀 侦察兵是在消耗 这个有个是不是顶 对 他占一个跳空的缺口 大阴大阳找穴位 就是跳空 大阴的十顶 又是跳空 他在消耗着 这要是压力大不大 大家说 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一定要结合起来 这个地方能不能过呀 能不能过呀 大家说能不能过呀 先人指路不是那样去啊 不能过 是吧 我认为他是必过 但是这个过呢 是不是马上就过呢 是不是 是不是马上就过呢 然后这个侦察兵 我认为就是该涨 我认为是该涨 为什么 这个侦察兵的量大不大呀 量大不大呀 这个侦察兵 踩着这个高亮顶 这个量不大 对不对 量不大说明什么呀 说明上面抛牢抛盘中不中啊 也是不中的 对不对 不中的 那么说明主力有没有出货呀 主力肯定没出货 主力出货的量不会这么一点点 对不对 既然主力也没出货 上面压力也不大 如果这个地方是不是该涨 那么该涨要跌的呢 跌要不要害怕 跌不用害怕 虽要看懂真假涨跌 我这个常态看涨 但是跌不用怕 我们看吃虎再涨 看到吗 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说是不是 这个票啊 我根本没有 我没有提前做任何一点的工作 我每次给大家做四期训练的个股 我绝对没有做一点的提前的工作 所以有的时候大家看到吗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四期训练的时候 会有出小错 会有出小错 对不对 小错呢 我马上就纠正了 就是跟大家分析清楚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跟大家分析的时候 我做四期训练 我从来不去提前准备的 我就找好个股 现场的来跟大家交流 所以我到北京参加特训班的时候 我到北京参加特训班 我就让大家现场可以指一支股票 来跟大家做 我现场可以指一支股票 让大家现场指都可以 所以说我就没有任何准备 大家看我们这种量价观一谈就是看涨 所以继续上涨 大家看这又来一个跳空 墙不相又是数量 三星规律告诉我们该涨继续该涨 那么就是看这地方 接下来压力就是它 一个是鬼门关一个是顶 好高亮底来了 把这个地方标一下 最高的高亮柱 不对 我们这 这个刚才的没有去细研究这边 所以有的时候把这边研究好了 整体研究好了也是可以了 那么我们最近的 这有一个看看好 这有一个最近的高亮顶是它 看一下速度看一下 对好吧 就是说最近的高亮顶是它 然后接近这个二一位 但是按照这种量价关系 应该常态看涨 常态看涨 但是 所以常态看涨 大家看到没 常态看涨 是不是要跌一定就涨啊 这就是还是这个底 对吧 还是这个底 看看啊 这个底 那么在这一天时候 大家看亮波 看到没 亮波的端粒出来 所以大家要懂亮波 短线 短线就是看亮波 每天 这种的上来看看 一个波 两个波 哎 这个就是亮雪中的一个是尖角波 一个尖角波 两个尖角波又是平顶不过 哎就是亮波上的平顶不过啊 我点了一点点啊 这不是在讲亮波知识啊 所以你这一天盘中是可以跑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要短线跑一下 那么不断用不用太担心 啊 就大的趋势用不用太担心 但是呢 有的时候不好说 为什么不好说 什么情况都可能会有意外情况 对不对 什么时候都有可能意外 哎 我们该出的时候先能够出 至少减个仓 对不对 要这么去操盘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还是遇到这个地方的压力 尚有压力 不过错 好 不过错 我们先吹一下 但是大家看这种亮波 这种亮波 用不用太害怕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 这个跌倒是真跌还是假跌 你怕不怕 哎 这种跌量可不可怕呀 可不可怕呀 而且他这个底是多少呀 我们看看 5块09 是不是这个高量在这 有没有跌破这个高量顶 这个成交量有没有超过这个高量柱啊 弄不好这个地方 就可能啥回马枪 对不对 所以有的时候 大家就看 哎 你就头脑中都要先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那这个地方如果往下跌 跌破这个高量顶 是不是我们就要先继续要回避一下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什么叫量价建构 什么叫定二定性质 这个性质王牌柱 高质量的王牌柱 高质量的王牌柱 这个地方是高质量的好牌元帅柱上来 哎 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就是小级别的过分保底 所以这个地方掉头 从稳健的角度一顾鬼门关 就要可以什么 一顾鬼门关可以干什么 向上 向上 我说的我如果明天向上 对吧 那么从波顿的啊 波顿的角度 我现在可以不动 我可以持仓 因为呢这个软件不可以盘中卖高点 所以到这样我可以不动它 从波顿的角度我不动啊 不动 然后如果跌破这个顶呢 我再减仓 大家听明白我的意思吧 如果在这个地方我可以不动 只要不破这个高量顶我不动 如果你下去破了 我就可以啊 这个 叫错 必须错 从波顿的角度啊 短线的不好做 盘中的话 我应该在高位去减仓 应该这么去操板 所以目前我仓位不变 我继续持股 看他明天的表现 如果杀回马香 我就继续持股 好 他这个 管好厉害哦 他是冲高 啊 又是冲高 冲高这个量波型的大家注意啊 这种量波形态都是出货的量波啊 那这个上涨 这个波顿 这个波顿 好 这个 看看啊 来研究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文章 其他的文章 他继续跌 这个时候我是考虑波顿 那这个要不要出货 大家说波顿要不要出货 按照计划来啊 按照计划来 这个圆算 他打到哪去了 哦 这个是大盘在调整 大家看到没 大盘在调整 嗯 的时候 打到这儿位置 这个是 大家注意啊 到这儿 他也是个黄金柱 因为什么 后三日架升量缩 整体来说 他的开盘价是五块零四 这个收最低价是五块零四 五块零四 这个地方有点尴尬啊 有点尴尬 不能够 不能够盘中高抛 不能够盘中高抛 看一下啊 这个尾盘这样杀 我忍一忍 明天再决断吧 为什么 大家看 我除非盘中 我会在炸高抛 大家记住啊 盘中 我会在炸高抛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不动 我再忍一忍 就是尾盘杀下来的 好吗 为什么忍一忍 因为炸他这个王牌建构 都是很强悍的 有可能是假 啊 从波顿的角度 还可以忍一忍 大家看到吗 啊 我不知道啊 我头脑中记不得 在这后面走势的啊 我头脑中对这后面的记 我记不住的 我不知道后面是怎么表现的 哈喽 看到这里文章没有 看到这里文章没有 对吧 哎 就是说他这个地方 不是跌破高亮顶吗 我本来计划要出的 但是呢 我研究来研究去 就这个地方 我们的王牌建构 这个很漂亮的 同学们啊 对我们 这个地方底部建构 非常漂亮 非常之漂亮 然后这一天 为什么后来我说不断不动呢 因为他是什么呀 尾盘 这个地方杀下来的 不是说那种向下飘龙式的下杀 我这样讲明白吗 哎我大家以后别学我啊 别学我 这是从波顿的角度啊 因为盘中可以高抛的 一般情况下跌破高亮顶 应该怎么样 一般情况下 跌破高亮顶 要出货 明白吧 明白吧 哎 也定要出货 但是呢 我们特殊情况 你分析清楚了 对不对 哎 就能高位本来就应该出了 对吧 哎一般来说跌破 但是我们刚才通过这个地方建构的分析 然后这一天的量部分析 我们就如果没在高位出 第一位就要忍一忍了啊 前提条件是没有在高位出 那么我在这种地方就忍一忍 结果一忍忍出一个晶圆吧 这一天看看 大家看开盘跳空高开 在他的鬼门关之上 关键是他最低点打到五块零八 打在哪啊 哎 最低点是精准回财 澳间分的高量是顶 所以说OK 从波段旗鼓带涨 这个量好不好 该涨还是该跌 后市该涨还是该跌 该涨还是该跌 对了 我倒口水啊 好 哎 这个就是华一奥 刚才注意啊 一奥 二奥 看到没 二奥在这儿 这就变成了三奥了 三奥 三奥 一奥看 二奥跟三奥要登峰 所以这一天必须跟啊 这一天必须跟啊 好 你胆大一点冒险 激进一点操盘 满仓也可以了啊 满仓也可以的 这个时候 当然一般不满仓啊 我再强调一遍啊 这是啊 好 往下看 呦 你看一满仓调整了 是吧 苏三一 要不要怕 看三日 苏三一假摔 每步阳关道啊 守住阳关道 抱着股票笑 看 OK 苏三一家的上涨 大家看 我就不跟你们互动了啊 互动时间长 架涨量缩继续持股待涨 好 倍量啊 倍量 倍量 单枪 又是倍量单枪 同高量 对不对 同高量 而且是过了这个高量柱了啊 过了这个高量柱 这个倍量单枪量比他大一点 但是我看看呢 但是整体看 大家看 整体看 对吧 整体看这个量是很健康的一根倍量柱 啊 那么而且这个大家注意 这又形成了一个王牌柱啊 不过这个王牌柱呢 有点是架升量随形的啊 架升量随形的 这个地方有可能会调整啊 有可能会调整啊 第一次碰到高量顶 但是呢 这种调整往往是假的啊 往往是假的 如果遇到量波 懂量波的盘中可以高抛 好吧可以高抛 从波段的角度啊 我卖不到高点 我可以持股待涨啊 我可以持股待涨 看到吗 持股待涨啊 所以这一天你懂量波的就可以做高抛低线了啊 懂量波的那这一天调整了哎 盘中杀的很厉害 但是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哎 你清楚整体的建构不用怕哎 就可以做高抛低线的工作 然后这一天它是一个T量柱啊 这种呢量柱应该是嗯 应该从这做T量柱比较好啊 就是说它是T3啊 T3T3柱大家看是过了分啊 过了分我们在结合左侧啊 上移了啊 量限上移了啊 这个是高量顶 大家看很有意思的是吧 大英顶5块7 5块7 那么但是伊苏图 大家看出猫力买了没有 伊苏图大家看出猫力买了没有 大家说它从趋势上该涨还是该跌 从趋势上是该涨还是该跌 明白了吗 既然趋势上看涨怕不怕 哎 就是说你懂量它经过这么一个震荡的 如果懂量不得在这可以高抛的啊 在这反应快的盯盘的可以高抛的 为什么正好遇到这个压力位 对不对 有可能震荡加剧 但是从趋势上 这是T3 但是这个量比较含蓄 一苏图看就含蓄 所以整体看涨 看涨房垫 好吧 看涨房垫 看到没 看到没 哎 大家看到了啊 所以 所以继续趋势上看懂没有 这是T4 这一天的最低点是 看看最低点是多少 5块4毛6 就精准踩着高亮顶 澳江峰的顶 然后大家说 而且这根盘中捅破了白日高亮 捅破了白日高亮 收盘价 这个之上 所以 大家说 现在看涨还是看跌 看涨还是看跌 看跌是吧 趋势呀 看懂趋势呀 有的 有些人说 你们量学就是短线的 我说谁告诉你全是短线的 我们短线做的很精彩 我们趋势看得很清楚 真正把量学修好了 我们趋势看得很清楚 对不对 哎 看涨防调 趋势上继续看涨 这种量在这 T4变异过左峰 现在就一个高亮顶盘中已经捅过了 继续看涨防调 对吧 那再一速度是不是到这边了 到这边就定进退 从村面上怎么办 哎 这个就是高亮顶在这 不够高亮顶 那么我们这一天 从量波上就说可以高抛的 对不对 高抛 然后做明天低 明天跌 不破阳关道抱着股票笑 好吧 不破阳关道抱着股票笑 这个阳关道是5块7毛6 5块7毛6 我把这个调成5块7毛6 好吧 不破阳关道我们就低些 破了我们就看下没没 就往下看呗 然后这高亮底在这等着呢 好大家注意啊 这一天的开盘价是5块6毛1 精准对应 左侧白日高亮柱的底 5块6毛1 所以太漂亮了啊 太漂亮了 也就是说后市这只股票 只要站稳这个高亮底 白日高亮的底 5块6毛1 也就是说这一天的阳的开盘价 他既是T4 同时是不是一式高亮柱啊 是不是一式高亮柱啊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双重底啊 一个是白日高亮的底 是5块6毛1 一个是T4高亮的底 是5块6毛1 大家说是不是高亮不破 回答我 高亮不破 后市闭火 对 这就是精准线 这就是精准线 好吧 好 那就有底了吧 对吧 短线的不破阳关道就可以低些 然后稍稍放长的周期 一个一个星期的稍超短线 超短就是说 超短是阳关道 短一点的不破高亮底 可能有精细 高亮不破 后市闭火 我们再细分析分析炸啊 炸大家上来说王牌柱 炸是王牌柱 对吧 哎这个是小背阳 那这个地方又形成一个跳空 这里面就复杂了啊 这里复杂了 等到14期课程 我再给大家详细解读 这里就不细讲了 好我们以持股为主 嘿嘿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是不是高抛 是不是阳关道之上啊 这个开盘价多少 开盘价是5块8毛钱 在我们5块7毛6上方4分钱 怎么样 要不要低些 哎就是应该低些 好这个时候好不好操作了 牛不牛 牛不牛 我们现在是满仓啊 已经满仓了现在 哎 ok 好很简单啊 接下来就是 已经把这个地方全部盖掉了 这只股票叫走牛了 好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策略就是 不破阳关道 抱着股票笑 不见酒阴 不放手 好 吃股带着 好 继续 好 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了 大家看 这一天 就是盘中 非常快的啊 非常快的 有难度啊 非常快的有难度 那么这种折腾的话 能够操作的是高抛低线 大家记住啊 能够操作的是高抛低线 不能够操作的 我们就看一看 看什么 缩图看 缩图看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一般来说出现这个音啊 出现这个音 它目前是高亮柱 它是高亮柱 那么一般来说 不出现高于这儿的亮柱 摆高柱 往往不见顶 往往不见顶啊 一般情况下 大家记住啊 别教条啊 不要教条 一般情况下啊 那么因为今天的亮柱呢 是高开 瞬间下去 大家想 如果你是主内 你会这样出货吗 如果你是主内 你会这么出货吗 赌的性质 胸掌 我不知道你这胸掌是谁 你赌 说明你没看懂 你如果看懂了 你就不会认为它是赌 好吧 哎 如果你看懂了 就不会认为它是赌 看不懂 就认为它是赌 哎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不是出正常的出货行为 啊 你们能把握就高抛低线 这么一龙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分析增加涨跌 你这一天放了这么大的音量 你这个最终收上来 在这个阳关道之上 对吧 阳关道之上 所以在这种时候 我们就看一看 好吧 看一看 等一等后面的表现 能高抛低线的做高抛低线 不能够高抛低线的 我们就以这个高亮柱 啊 作为顶底 好吧 这个先就是实顶实底 我们把它画好 画在这儿 这是高亮点 这是高亮点 然后呢 炸再画一个 什么呀 这个是跳空缺口 看炸 这是跳空缺口 这个缺口不能补 补掉就不好 盘中补 不为补 啊 前提条件 我们 我现在就做波段了啊 就是说 不进九阴我不放手 现在是不是九阴还不确定 我们就先持股待着 结果怎么样 第二天 第二天 他就来了一个反暴 对吧 反暴 但是呢 这个上面有上影线 上影线 低开高走 这个就是跳空音 不破底 未破底 对吧 这个 不破人线 不吃你 是不是啊 怎么 高 跳空音未破底啊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也可以底 作为这个羊的底 像这种一般 不要急着出 那么盘中超盘呢 像这种量波形态 我们会跑的 大家看没 这种量波形态 我们会跑的 那么我们减点仓吧 减仓好不好 减仓好不好 好不好 好不好 啊 我们就让高点减仓了 减个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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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二一仓 ok 听大家的 我们赚的可以了 对不对啊 赚的可以了啊 赚了多少了 盈亏26% 目前啊 好 卖出二一仓 听大家的啊 哦 这些资金对不对啊 好的 好 那么大家继续看 继续盯着这个高亮柱 好吧 继续盯着这个高亮柱 啊 哎 他还上去了 对吧 上去要不要着急啊 不管他 哎 能够高抛低吸的 做高抛低吸 这是亮波 好吧 这是亮波 好 那看到吗 能够做高抛低吸的 继续高抛低吸 看 这种亮波 T0 什么叫T0 懂亮波的增加利润 早盘拉不板的 早盘拉不板的 就已出货 好吧 就已出货 但是整体大家看啊 这个高亮底 一二三是站住了 高亮底三日不破 但是呢 他后面是小的 争夺比较激烈 所以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地方有点量是 好 成交量是很好的啊 高亮三日不破 继续等一下 看一下 看吧 继续仗停 继续仗停 我们不贪心 那么懂得这一天盘转 可以加仗 看到吗 这个是漂亮的 高亮柱的站法 在这里就用上了 就是高亮底 一二三不破 然后 第四日 又站稳了高亮顶 这个亮波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给我们足够的时间 好吗 明白 我这样讲清楚吗 不怕的 他是在那儿横了半天的 横了半天是干什么 把自己想象成主力 你在那干什么呀 横了半天想象你在干什么呀 哎 对 这个是好的亮波 所以这个如果是可以低些的 我们我们前面都是可以高抛低些的啊 我们前面出了二一仓 对不对 手上不是有资金仓位了吗 然后 这天全部可以做高抛低些 结合手上资金和仓位 高抛低些 然后这一天 如果是盘中的话 我们这些位置是可以加仓的 加仓的条件是站稳高亮顶 我来看高亮顶啊 7块2毛8 我们看看 7块2毛8 大家看7块2毛8在哪 7块2毛8在这个位置 那大约啊 看到没 7块2毛8 那在这种 我们结合亮波 在这些位置定定星星加仓 定定星星加仓 好吧 我们现在就 就 持股带涨 又遵线 看到吗 放亮 像这种亮波适合高抛低些 看到啊 哎 低些高抛 低些高抛 从波段 我就持股 那么这个就是高 又出新的高亮柱 好吧 以高亮柱的顶底 作为进退的标准 不限九阴 不放手 好 看到吗 是不是出现 啊 好 这一天的盘中 大家看 这个亮波形态 它已经干什么 哎 是跳空音 啊 这一天 大家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看到吗 苏图看市 是不是比较高啊 涨的比较高 这一天 大家说 量放大了 这个量价关系 合不和谐 量价关系合不和谐 应不应该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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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啊 这个就是说 它是高位的 这个量放大 前面一个仗停板 啊 后面量放大 不仗停 这个已经出现分歧了 那么在第二天 是一个跳空音 高位连续大涨之后的高亮柱 后面的跳空音 原则上我们拉拐轻 好吧 拉拐轻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全部吃掉 全部吃掉 卖空 好 全部出掉卖空 好 但是大家注意哦 苏思阿姨 好 卖得好不好 大家说 卖得好不好 对了 这就是说 它是高位高量后面的跳空音 你必须出 你不过它苏思阿姨苏阿姨 你先出来 对吧 因为这个呢 我们刚才说了 你是不过拉拐 是不是没有过高亮顶啊 虚顶不用说 是十顶也没有有效过 这个十顶是八块四毛四 这就是量学标准 哎 你有些人量的 量学标准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那 这个地方你一个拐 两个拐 三个拐 四个拐 四次呢 八块四毛四收盘价 给我们出户四次的机会 给我们四次的出户机会 你出了 后面跌了 我们不管了 先等了 跌破高量底 一奥看 一奥我就要看了啊 一奥我就看了啊 继续跌 又是宿量的啊 那不是高手啊 我都照样看 不是高手照样看 懂吧 这一奥我就看 但是你是高手呢 为什么 是不是这样有等的呢 哎 这是高量在这 大家记住这是假跌 我们说定性质 啊 定性质 这个地方就是说 这个是假跌 连续假跌苏三一 是不是到了这个元帅底 又是这个高量柱这个位置啊 出现仗停板 那么你高手这个波形很健康 这个量波非常的健康 好吧 是可以做净的 是可以净的 你高手是可以净的 但是我们稳健的可以不做啊 高手这个板可以拿到 为什么 他杀的很凶悍 又是假跌 这个地方出现了 这个是高量柱 最近的他也是高量柱 然后他是高量柱 好一奥看吧 一奥看 冲高回落 这些地方有没有压力啊 都有压力的啊 为什么 跳空缺口肯定有压力 这个跳空音对他也是个压力 继续看 好 这是 看看 一 二 看 二 二 有没有鬼门关 这个鬼门关 是7块1毛7 这个收盘价是 7块2 看看量波 啊 这种量波是下杀起来的 啊 这个 看看 可不可以进啊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可不可以进 可不可以进 啊 这个按道理是可以进啊 按道理是可以进 但是第二天可能要跑 对吧 好 要进的话我们试探性 我买个三一仓 哎 还有 我已经买 没买 不让我买了啊 不让我买了 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看看嘛 结合大盘 对不对 结合大盘 大盘正是在我们当前大跌的时候 当然了 你这一天进 你这个时候呢 为什么这个地方最好不进 这个地方最好不进 为什么 一个是大盘 第二个 我说说理由啊 大家能不能帮我一起找到理由 刚才那个阳 最好一阳不要进 对 一个是一阳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找关键 我看谁能够找到 我平时讲的 关键 我看 目前还没有人给我找到 哎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搞亮 搞亮 对了 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是高亮 左侧的高亮顶 这有一个高亮顶 明白吧 这是最近的最高亮是他 你在这一天涨停板 对吧 然后呢 他收盘是平了这个高亮顶的 这个高亮顶是多少啊 看看啊 七块二毛八 这一天呢 七块二毛八 但是呢 这一天干什么呀 这一天他是冲高回墨 也就是说 这个高亮顶有没有有效突破啊 这个高亮顶有没有有效突破啊 没有 对了 所以说你这一天 这个亮波上来 他还是受阻于这个白日高亮 所以说这一天不能忙进 不能忙进 再加上大盘也不好 再等一等 然后到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应该是节前的 是不是节前的最后一天呢 到了这个位置 大家说 这个时候我们来投票 我们来说投票 一个 大家说 这只股票的后市 该涨还是该跌 该涨还是该跌 好 该涨的 发7 该跌的发4 该跌的发4 有一个大 两个4 三个4 好有分歧非常好 有分歧就对了 好 有分歧了 好 那么呢 我就不说该涨还该跌了 好吧 我就不说该涨还该跌了 那么 但是呢 标准是什么 按照标准 现在这是真底 这是真底 然后这地方呢 高量柱在这 所以 最 这只股票 目前的 核心矛盾 在哪 目前的 核心矛盾 从动态平衡的角度 大家看啊 司徒看市 从动态平衡的角度 就是这个位置 这根高量柱 7月1月6号 这根高量柱 那么 这个后面的 第二个呢 这个地方下来是假跌的 对吧 假跌的 这地方是假跌的 这地方跌 也是孙亮的长银短柱 而且它的底最低点 没有破这个零号 原帅柱 顶 然后目前它的收盘价 是比它高的 比它高的 所以这只股票 从标准而言 一澳 现在是二澳 如果能够来根羊 确认把它包起来 反包羊 反包羊 那么 而且这个反包羊 从稳健的角度 要过这个高量底 就是6块9毛8 我们稳一点的 稳一点的 接近一点的 量波 看懂 懂量波 站稳 我觉得站稳 这个大阳的底 就可以开枪 就是懂量波的 量波健康 逢低就开枪 稳健的伏击点 就是这个高量实体 6块9毛8 这是标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按照这个标准 进退标准 现在我也不说多了啊 像这种票 大家不要去跟庄稼 如果向上有机会 那么是什么 我们的小散户跟跟庄 小散户可以跟庄 但是呢 千万不要出现大资金去抢庄抢筹码 我们群里面的大资金别去干活 什么在这种位置 你去抢庄的话 花个几千 有几千万 甚至上亿资金进去的话 那主内就可能筹码给你了 正 正 需要那个 但是 像这种位置 主 小资金的 我们小散户的 就可以跟着主内坐轿子 如果他出现二澳的羊 出现符合我们的开枪的标准 嗯 好吧 好 讲得清楚吗 这就要讲得清楚吗 OK 讲得清楚 好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财神节的时候 既给大家 交流我们量学捕鱼的本领 同时呢 又给大家提供一个鱼的参考 但是不为见骨 如果不按照标准进退 出现实物跟龙头密探没有关系 所以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的四星模拟训练 迎接十四系黄金战法开课的训练课 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